委員發言我們就必須要休息 跟大家致歉 因為這個 我個人有行程必須要去參加 不好意思 就是李貴明委員是下一位然後再一位 好 李貴明委員質詢時間八分鐘 好 主席麻煩請下主委 請下主委 主委好 時間的關係我只講重點 第一個呢 剛才在委員會裡面 您發了正式會議的逐字稿 但是呢 這個逐字稿 在剛才的民進黨的記者會裡面 馬上就有反應 說這個不是真的 我想請問一下 您在現場 您看了您所發的逐字稿 跟現場的情形 有差異還是沒差異 沒有差異 好 沒有差異 所以這個逐字稿的確就是當天正式會議裡面 一字一句逐字記載出來的 所以任何的情況之下 他也經得起考驗 是的 好 這第一點 第二點呢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啊 您覺得你每一次來立法院報告的時候 你有覺得你是來報告你的業務 報告你所屬的事項 還是你來立法院是擦脂抹粉的 我當然是報告我的工作 好 所以你到立法院來 不論你提供的一個資料 書面的資料也好 口頭的資料也好 全部都是非常嚴謹地依照實際上面的情形來報告 到本院來也絕對不是單純的做一個形式的報告 是不是 不是 很好 因為這個牽涉到這個我們聽到在野黨的批評說這個國會的報告只是擦脂抹粉 所以我要確定就是說所有的行政官員到本院來所提供的資料都是正確的 所提出來的報告也是非常正式的嚴謹的 絕對沒有擦脂抹粉的情形好 我們回到今天的一個主題 我們在馬席會裡面呢我想請問主委啊到這一刻 有沒有任何的一個人 除了我們在野黨除了國內的在野黨之外 主委你有沒有聽過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國家的反應是說 反馬席會或者是說 這個法席會呢它是一個負面的 是對於全球甚至對於兩岸和平 它是沒有注意的 是有還是沒有 沒有 好 沒有 所以除了我們今天在台灣的在野黨 提出來說有這個反馬席會 有說它是黑鄉 有說它是撒謊之外 您到目前為止沒有聽到任全球沒有聽到任何一個人 有任何類似像我們在野黨的批評 我沒有聽到過 好 很好 好 那我們回來 就是說 這個事件呢 事實上它是全球矚目 這個吳皇之音 您在前面回覆其他的本院委員的內容 你也強調了各國都予以肯定的一個報導 我們知道 我們在野黨 民進黨 它提出來關於兩岸的政策的時候呢 它提到了它是要維持現狀 好 主委我想請問你一下 我們的兩岸的現狀 是不是就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還是說我們兩岸有其他的現狀 我們是基於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維持不同不獨不武的現狀 好 在這個不同不武的現狀之下呢 在這個七年多以來在馬政府的這個執政之下呢 我們也看到了開啟了11次的這個協商談判 也簽署了23項的協議 所以在今天的媒體報導 關於民調的部分呢 民眾啊 多肯定 在這一次呢 其實是對於兩岸的和平的部分 您可以看到 幾乎每一個媒體呢 他所確認對於兩岸和平的部分呢 他都是予以贊成的 贊成的 對不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對於兩岸和平 這一次馬席會後對於兩岸的和平 他是不是有助益 我覺得100%是有助益的 100%是有助益 好 那我們要提到另外一個要請教主委 一個是我們從馬席會的角度 第二個要從你作為主委的一個角度上面來看 對於這一次的談的內容 我們從媒體上面報導 我們知道除了九二共識 雙方在確認之外 其他的關於NGO的部分 然後關於區域經濟的部分 然後關於這個 亞投行 還有一帶一路的部分 這些的部分是不是 除了我們和平之外呢 我們還想促進兩岸之間的繁榮的發展 他也是有正面的 這一次的主軸除了這個 確定九二共識維持台海的和平 現狀之外 我們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要能夠 雙方要降低 持繼續降低敵意 然後能夠把一切的爭端 用和平方式解決 在這個裡面 總統特別提到了 很多我們國民 期望參加的一些國際活動 國際的空間能夠爭取 那同時呢 我們也希望持續深化 雙方的互動 就在過去這個23項協議之後呢 我們也許還有更多可以合作的地方 我們可以繼續的深化 當然總統也提到了像RCEP跟TPP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呢 我們希望說為了處理緊急重大事件啊 希望能夠在兩會事務所長之間 能夠建立起一個熱線 我想這是我們主要的一個訴求 好 所以從這一次的訴求裡面呢 雖然不是100分 但是我們可以講說 他肯定是有A吧 我想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對於雙方立場的表述也很清楚 對雙方的訴求也講得很清楚 OK 好 很好 好 我另外一個問題呢 要請教你就是 主委 你有看到今天的民調上面提到 對於希望這個總統來立法院做國情報告的 佔了50多percent 50多percent 所以簡單來講 一般的民眾是希望能夠到 這個總統是能夠到立法院來 當然你不能夠代表總統 你不能代表總統 那我想請問您個人 您作為一個台灣的國民 你希不希望總統能夠到立法院來報告 第一個我作為一個國民 我當然希望 第二個我作為陸委會主委 在這邊報告的時候 有很多委員對我也有所質疑 那我覺得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為什麼大家不願意邀請馬總統 直接來說明他在會場裡面 到底說了什麼 做了些什麼 好 主委 你要不要也借今天這樣的機會 講一下你的委屈 你從這個福茂發生爭議之後 提出來兩岸監督條例的 這個過程 他的眼鏡 然後呢 因為這個 即便兩岸監督條例沒有過 但是你還是秉持他的原則 在會前 會中 會後 你都有來這個本院來報告 所以在會前的部分 那天我看到了 您到王院長 王院長邀請各黨團的幹部 來報告的時候 事實上民進黨並沒有參加 台聯也退席 您的個人的感受 認為你遵守 這個兩岸監督條例的精神 來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結果對到這樣的一個待遇 您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兩岸之間的確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我們自己要有自信 並不是每一次去接觸 我們就立刻被吃掉了 我想我們作為陸委會 所有的工作統人都是堅守國家的立場 保護我們所有國人的權益 如果不符合我們權益 我們根本不會往前進行 那這一次的這個馬席會呢 其實在我剛剛也試圖要說明 在處理兩岸或者外交事務 有些時候是所謂外交機密 有些是機密外交 我們對於機密外交我們是反對 可是對於一些外交的機密事件 我們必須要保護 到最後一分鐘可以說明的時候說明 這一次呢 這事件本來我們是在3號 要有一系列的作為 要向立法院黨團 政黨 以及做開記者會 可是因為前一天晚上有媒體 先爆出來 所以我們 而且很多內容是不正確 所以我們必須加以澄清 好 謝謝主委 謝謝 主委您 如果還有委屈沒講完 可以試一下再去跟李貴敏委員再說明 好 好 謝謝 那個我們接下來 請今天上午最後一位 賴政昌委員質詢 時間8分鐘 主席我們是不是有請下主委 請下主委 賴維亞好 主委您好 這個 很多人都說 在 有不安 有不安 有不安